上集说道,高丽氏已有办法使皇上回心转意。 原来,高丽氏提议杨妃最好亲笔写一封奏章,或献上一件东西给明皇。 杨妃想了想,命是女拿来一把金剪,卸下钗环,狠心地把一缕绣发剪了下来。 她对高丽氏说,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皇上所赐,除此之外,还有什么可以表达我的心意呢? 杨妃说罢,放声痛哭,高丽氏只有收起她的头发,回去赴命。 此时,明皇正在宫中长须短叹,看见高丽氏拿着一包东西回来,正要动问。 高丽氏把袖帕打开,明皇看了,问起情由,也不禁落泪。 高丽氏趁势禁言说,万岁爷既然仍思念贵妃,何不趁早召她回来。 一开始,明皇顾及面子,还是躊躇不绝,到后来,让高丽氏多劝了几句,终于答应了。 高丽氏领旨后,立刻飞奔出去,传令照办。 不多时,贵妃又紧促花团的进宫来了。 两人见面,一个少不得说些安慰的话,一个又加倍小心,于是和好如初。 为了杨妃这事,明皇已有多日没有临朝。 这天,因为幽州杰渡史入近,便升殿接见。 所谓杰渡史,就是边区君政大园。 明皇接见的这位名叫安禄山,生得高大肥胖,是个胡人。 唐朝的时候,四境胡人的部族甚多,东有契丹,北有突厥,西有回河,南有吐蕃。 安禄山的出身很特别,据说她母亲是突厥族的女巫师,婚后一直没有孩子。 这个女巫师因此向突厥人崇拜的战神祈祷,果然不久怀胎,生下一个肥大的男孩。 胡人本来是没有姓氏的,女巫师便用战神的名字给儿子命名,叫做札洛山。 后来,女巫师改嫁给了一个名叫安延延的突厥将领,不久,安延延就归降唐朝了。 女巫师的孩子因此改名叫安禄山,她跟随父母走过很多地方,精通胡汉语言。 当时,河北一带的幽州节度使张首归招兵,安禄山已经成年,便去投军。 张首归见他能说会道,便把他收为义子,用心培养。 安禄山逐步升到偏将,一次张首归派他带兵讨伐契丹。 安禄山未打过仗,初次领兵得意洋洋,那只才扎下营寨,便给敌兵包围。 一夜之间,安军全是静默,他在阵中左冲右突,才逃得性命回来。 按照军法,这是死罪,但他跪地求饶,说了许多动听的话,弄得张首归没了主意。 张首归想了许久,最后决定把他押送进京,听后朝廷发落,结果怎样,看他自己的运气吧。 安禄山自己倒有主意,押戒之日,他把平日做官贪污的钱财都带在身边。 其解那天,他已买通押戒的官员,一路上不曾吃苦,处处有人照应。 到了京中,他又大失手段,连皇帝的进尘都受了他的贿赂。 当时的宰相是张九龄,为人正直,要治安禄山的罪。 大明皇听了左右的话,把奏章驳回,赦免了安禄山的死罪,将其发回幽州,革职效力。 安禄山得了性命,他知道官场黑暗,不用急着回到幽州,而是拘留长安,巴结权贵。 他天天和一般太监内官喝酒鬼混,毫不吝惜金钱。 那般监官屋里受了安禄山的好处,处处为他打算,并饱奏他当了金官。 后来,张九龄被罢了官,宰相由奸臣李林甫继任。 安禄山见有机可乘,便又大行贿赂。 李林甫在明皇面前极力推荐安禄山。 不出几年,安禄山官运亨通,居然当上了平庐节度使。 做了这样的大官,他怕自己没有功劳,得不到朝廷信任,便又想出一条妙计。 他下了许多功夫,有一次,把契丹的首领骗来,请他喝酒,并在酒中放了麻药。 对方不知事迹,连带来的卫兵都给麻倒了,安禄山就把他们全都杀了。 接着,他派人非报朝廷,说和契丹交战,大获全胜,连契丹的首领也被他杀了。 明皇得报大喜,把他封为东平郡王兼泛阳节度使。 于是,他又大摇大摆地入京来谢恩了。 安禄山又顾忌重施,这回入京,带来的钱财和宝物更多。 许多东西是中原没有的。 他早已听得唐明皇宠爱杨妃,一入京,便先到杨府打点,给杨家的几个姊妹送了许多礼物。 这天,明皇在殿上接受了他的朝拜,立刻又在后宫赐宴,趁便给杨妃开开心。 安禄山来到后殿,看见明皇和贵妃在一起,他竟然先到杨妃坐前跪下叩头。 明皇见了,感到奇怪,问他这是什么礼节? 安禄山巧妙地回答说,臣是胡人,胡人的礼节是先母后妇的。 说完,他才又向明皇叩拜。 他这一番言语举止,把明皇和杨妃都巴结得舒舒服服。 明皇觉得他真是忠心可爱,赐厌款待他。 安禄山趁着明皇高兴,说道,臣的性命福禄,全由圣上恩赐,今生今世只愿做圣上的一个看门老族。 现今,幽州和河东一带是重要边防,若能把两地连成一弃,那就万事无忧了。 安禄山的心机,无非是想奸揽山西一带的军政大权。 但明皇不察,还以为他真的是赤心护主。 于是,当场就顺应了他意思,任由他兼领河东节度使一职。 安禄山一下子又得了大官,暗暗欢喜。 这番回去,身兼三职,统兵数十万,好不气派。 至此,安禄山已经重拳在握,成了唐朝东北的最高军政大臣了。 却说,在现今的云南地方,当时有个南兆国,日渐强盛,常常出兵骚扰西川的边境。 明皇接报,杨国忠祥诚功劳,说自己熟悉西南情况,请圣上拆他统兵前往,小小南赵国,指日搞定。 明皇信以为真,便派他统兵出征。 于是,杨国忠领了二十万大军来到成都。 杨国忠根本不懂军事,他只派了一个叫李密的将领带兵出战,刚一出师,便中了埋伏。 二十万人全都做了妄想之鬼,死在荒蛮之地。杨国忠却瞒着不向朝廷报告。 这时,恰巧宰相李林府病逝,明皇听了贵妃的话,把杨国忠召回继任。 杨国忠停空当了宰相,威风急了,就在长安大兴土木,建造相府,塞四皇宫。 安禄山听到这个消息,心里怯笑,又十分嫉妒,他对手下说,杨国忠不过一个小小县位,又是败君之将,不上十年,居然做其宰相。 我安禄山有朝一日,一定如何如何。 第二年,安禄山借故入京,带了许多金银珠宝和新奇玩物,也不投杨府,直奔宫中。 他把财宝都直接献给明皇和杨妃姊妹,高丽氏之类的近事也都捞了一笛。 明皇觉得,安禄山时刻都想着皇上,到底还是可靠,心里无比欢喜。 近旁的那些人也都奉承着,纷纷替安禄山说好话。 安禄山被留在宫中暂住。 这些日子,他整天和杨妃姊妹轮流艳影,打球观武。 安禄山极尽八戒之能事,使得杨妃入了他的圈套,任其做了一子,并在宫中举行了拜母仪式。 这原本是游戏之举,毕竟两人年龄相差不大。 可明皇却乐得高兴热闹一番,大排喜宴。 明皇一时高兴,就叫安禄山在宫中多住些日子,并带安禄山到华清宫去洗温泉浴。 安禄山心谋不轨,借着明皇宠信他,请求皇上允许随他而来的将校们进入皇居,一同入狱。 明皇不但当即允准,还下令左右在华清宫赶造一间御殿,专供安禄山使用。 御殿造好后,安禄山带着数百车马一丈,随着御驾浩浩荡荡开出长安。 他的战马极多,分成五色,连群结队,在离山道上走起来,远望如一片彩霞。 他的侍卫又全身披甲,割挤雪亮,三阵节度使得威风,让阳国中的车骑大为逊色。 看热闹的百姓都嘖嘖称奇,感叹不已,又说,安禄山的遗仗,简直和皇帝的一样了。 到了离山,君臣的礼节更随便得多,安禄山和明皇无所不谈。 有心者看出来,安禄山有些不安分了,他们说,安王现在和皇上的享用已差不多了。 这一阵子,君王嫔妃和贵族们都玩得十分高兴,有一天,从京城来了一个人。 这人是皇帝的秘书监,名叫贺之章,是当时有名的诗人。 他现在上山面上,是为了向明皇引荐一个极有才华的人物,这人就是李白。 杨妃在旁听到贺之章说李白,便对明皇说,这个人做的诗好极了,他的篇章也曾败读过。 左右的人听了也来凑去,提议明皇召见李白。 贺之章进一步说,现在天下升庭,万岁爷武功赫赫,万邦振服。 若再选拔一些有文才的人点缀一下,那就更显得盛世风光,文武兼备了。 明皇听的心动,便浊贺之章立刻带李白前来。 明皇说,后天朕要回宫设宴赏花,你且带她来,看看她究竟是怎样的才华。 本册故事完毕,且看下集《姊妹承恩》。 甘心